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 聚中礼以及行马根 是介绍给谁? 男性对象,也就是 有前列线的人 听到没有?你人是不会有前列线的 听到没有?如果最近 你去检查,有人跟你讲你的子宫 要到前列线的话呢,已经是 检查错了,听到没有? 你跟他说是我的子宫,要到我老公的 前列线,就比较有可能 所以 聚中礼以及行马根 我们的前列线呢,就是我们的 酥精管跟我们的男人的 这个尿管的 分叉在那一边 然后可以控制 我们的尿流,甚至呢 男人呢,在这个 刑防过后呢,射精都需要 有前列线的支持 那前列线呢,也会分泌前列线的 液体,帮助那个精虫呢 能够更快的游进去 那个卵子那边,听到没有? 所以呢,前列线 这个,这个呢,这个 聚中礼以及行马根呢 它是没有直接有壮扬的这种功能啦 听到没有? 但是,只要男人的前列线 一发生问题 它会不会影响到 他们的性生活? 一定会 所以呢,也就是说 他预防啦 听到没有?六点半 听到没有? OK 然后呢,前列线 很多人讲 是不是要等到发炎才吃? 根本很简单的 只要是男人 前列线都会 有时会肿的 怎么看呢? 就是你看你的尿流 你看哦,小孩子小便的时候 他的尿流是很快的 可以过港的 听到没有? 那你年纪越大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你开始会怎么样呢? 低到脚 有的时候厕所画一只青花 你都还设不准 为什么? 前列线总大 压到尿管 就很简单 就好像你在浇花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压那个 那个bike的时候 它的水是不是一个线的 如果你压它怎么样? 开叉咯 所以回去自我检查 听到没有? 不用拿出来给人家看 听到没有? 所以 这样 要不要等到肿的时候才测? 所以男人的前列线只有那么一个 药不能够进去 手术不能够做 听到没有? 所以我觉得为了一切安全 能力许可 每天少许服用它三颗 所以我这个是我一生所不能缺乏的 因为只有那么一个 听到没有? 所以一天吃上好几颗 好来 没事啊 有钱 反正它也是抗氧化剂来的吗? 啊 没有问题的 你打去公司问就讲 Causal Doctor了 你问我 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哈哈哈哈 这个一点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在科学的角度也不会过量 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寻麻根根 最终里 在我们的这个 Sopermetal里面的成分的分量 是很低很低的 但是如果你去中药店 买的寻麻根 就不能乱吃了 里面还有毒的成分 听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 Best of Nature Best of Science 那个Science 就是要经过加工 萃取它的毒素出来 它就可以完全有效的成分 都在里面了 OK好 所以呢 正常的尿流 所以你们男人一次玩过后 你就会看到 开始看到 OK 如果更更的话 可以射壁虎了 听到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啦 这样这样 就不会低到脚了啦 明白没有 不然你看到家庭主妇 最近发觉到 这么这些的小便 没有小便盆里面 听到没有 就是前年线肿疗了啦 听到没有 快快买Sopermetal给他吃 好 来 接下来 只有男人才可以吃 所以呢 接下来 所有的草药产品呢 全部不介绍给 孕妇 OK 严重病患者 都必须要执行他的医生 明白没有 OK好 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 大概 OK